也毕竟压轴主赛嘛 现在毕竟要主赛啊 加油 诺曼利亚选手 刚才那一场呢 我们也看到诺曼利亚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是 这克劳蒂欧 他那个身高必长是不敌孟清浩 对 这样 浩子把距离控制住就应该是 就好打 就比较容易打了啊 不让对方进来 低潮落空 而且孟清浩是中国 第一个在世界的自由搏击 后手打着有点摇晃 刚才后手啊 浩子要挺住 刚才这一下对方有点难受 连续的连续 主后拳 小心孟清浩要小心 要挺住 要击打身体 要挺住 到了边缘 倒地了 现在是有点 亮相啊 对方的拳非常的重 这时候孟清浩要用自己的腿法 克劳蒂欧的那个力量 不能跟对方拼拳 对 不能跟对方拼拳 侧向移动后退 把距离拉一拉 给自己多一点反动时间 要分开啊 要把距离打开 要把距离打开 这边裁判提醒他了 这个篮包选手 克劳蒂欧也是要听我的指令 是 刚才是两个有怎么了 残暴还是怎么了 裁判 就是刚才裁判叫停了 那个克劳蒂欧还在继续 对方的重拳啊 对 要用腿 把距离拉开侧向的移动 不要让对方逼近打近身 对方的 这个 不要被逼到角落 不要逼到角落 来 要赶紧撤出来 有的车祸的搂抱一下 因为连续重拳 挨重拳之后啊 一定要把对方搂抱住 要缓过这击 其实孟青浩的步伐 应该是很灵活的 他不应该就是说 战装跟跟这个对方打近身 应该把这个距离撤出来 放手 停高 哦 现在被强毒 就是孟青浩表辰自己还能比赛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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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赛继续 小薰对方这个近身的 对上钩 平钩 这连续的近身打得有点 不能跟对方拼 退一下 对 退或者搂抱 现在对方要搂抱 要搂抱 对 先把这个回合拖过去再说啊 是的 这个时候第一回合 这个是比较 比较关键的时刻 要拖过去 高嫂打住 用腿 哎 还距离应该打出来 对方这个勾拳打得很重 而且很很精准 有点站不稳 不过现在有点恢复 还是有点飘 啊 最后还是 他应该是看孟青浩的眼神有点温散 对 他的这个眼神有点站不稳了 有点站不稳 第一回合 眼睛感觉 状态啊 最近状态一开始呢 眼神也是温散的 主要是和对方拼拳的时候啊 没有把距离感打开 感觉 那个罗马尼亚选手的实力 还是经受住了中国市场考验呢 他的拳 因为罗马尼亚选手会经常啊 通过这场比赛 我们会经常在国内各大比赛里面 能看到这比选手 是 因为这场比赛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他主要是连续的两拳都打得很精准 对准那个孟青浩的下巴来 孟青浩平时也说过 他的下巴其实很少被 脸部很少被对方击中 但是对方这个克劳迪欧的拳过于 接下来宣布奔强比赛结果 奔强比赛 军方选手克劳迪欧 第一回合2分24秒 PKO护胜 PKO护 otro